二番CP碾压官沛 大家伙早想叛你一次咯 有些剧啊 官沛CP拉垮到无人问津 配角跟主角组的二番CP啊 却疯狂上位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哪些比官沛更好客的二番CP吧 一 攀阳之好 刘正版vs刘居版 花街令 作为酷三月空降放的大招啊 首播就直接创飞了隔壁的烈焰 无独有偶 在剧里仅客串两三级的正合会子 也同样创飞了主演G静一 攀阳之好的CP词条 直登角色CP榜首 真是各有各的尴尬 前几集嘛 G姐其实演得还不错 光靠美艳恶女那几个镜头啊 还劝了不少的粉 但是呢 当她开始演杨采薇时 看得我是直贪气啊 在设定上呢 女主是个童年遭遇剧变后 被武座收养为卑诗人 按理说应该是个坚韧顽强的形象 但G静一般的杨采薇 却演成了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全剧真的无时无刻 不再展现她的美 从额角两鬓汗紫的刘海 到精致的跟其他人 不戴一个徒书的妆容 搭配玻璃唇 真的太出戏 跟刘璇一在一起啊 进行了明显的分率感 反观正合会子 演出了女主经历磨难后 依旧顽强的内心 比起没有古运的G静一 反倒显得她跟刘璇一更搭了 就跟潘月所说的 这和会子演活了倔强的杨采薇 所以才让观众真正磕到 到了后来潘月悬崖上求婚那段 才真的觉得 两人是双向奔赴的宿命感 二 明台和陈锦云 VS明台和余玛丽 伪装者里的女主陈锦云 那也是个让人两眼一黑的存在呀 凭一己之力拉垮了整部剧 倒也不是演员演技的问题 重重是因为人设实在太降致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 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看来你不想谈 我早就想跟你谈 那你想谈什么 你不知道我想谈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想谈什么 不是你先找个谈的吗 好啊 谈啊 谈啊 剧情内容呢 大致是讲明家及姐弟 不约而同的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并为之奋斗 甚至牺牲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觉得余曼丽是女主吧 诶 这谁想得到啊 剧情都快演一半了 突然天降一个成景云 开始和明台搞起了情感路线 各种降致神操作 最经典的必然是满上喊满仔的片段了 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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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就算了 你这不也没救下他吗 而宋依实演的余曼丽 则是一个敢爱敢恨 有着凄惨绅士的形象 被明台拯救过后的他将明台视为唯一的救赎 比起老是做降制行为的陈锦云啊 余曼丽的业务水平那是高出不少 还有两人一起拍婚纱照的场景 我就问问有没有人磕疯了 所以啊 当他为救明台下线时 大批的网友纷纷记句 甚至还有贴心的网友剪出了万里如云版 三 陈长生和徐友荣 VS 陈长生和洛洛 择天际的阵容从主角到配卷都相当豪华 带IP的剧情也可以 大家客不动的原因呢 是因为纳扎跟陆寒实在是不太搭呀 属于美艳型的纳扎 跟清秀型的陆寒站在一起 完全没有CP感 你俩可以是师徒 可以是姐弟 但不能是CP 跟纳扎相比 林佳没啥攻击感的无切 反倒跟陆寒更搭 两人之间的师徒感情戏别太好刻 剧里身为妖族卫衣公主 陈长生第一个徒弟 洛洛在所有人都看不起陈长生时 给他鼓励 陈长生也会在洛洛鱼的危险时 冲上去保护他 两人互相取暖的过程是一大刻点 我来背你吧 那有以后师父受伤了 我也背师父 洛洛 放我下来吧 师父 我绝对不会放你下来的 知道洛洛 为救长生成为神女 是谁的义男平我不说 万一有一天 洛洛真把你给忘了 你可千万一定要记得我了 好不 我 真的 好喜欢 好喜欢 好喜欢你 爱上你却要忘记你 四 宋燕和许庆 vs梦燕成和许庆 众所周知啊 同样被吵的还有洋洋王楚然主演的人间烟火 剧情嘛就不多说啦 男主是消防员 女主是医生 职业很搭 又加上男女主这两张脸啊 开播前都以为是王炸 没想到是个臭物的 炎炎凭借此剧 一举击溃张汉拿下游王投赢 在剧情设置上也因白州小姐的梗被全网吐藏 她在那儿 她给我做了粥 我一个人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 第一次觉得有家的感觉 家的感觉 你没事吧 男女主的CP啊 是真的磕不动一点啊 反而副性的 维谷科感情线更加带感 跟宋燕相比 深爱但克制的霸总 孟燕成才是理想男友 除去设定外 孟燕成的绅士行为 也是观众磕他脸的一个点 比如在许庆穿裙子换鞋时 会立马回避 在他喝多时会细心的照顾 扶他时也只扶肩膀 从不越位等等 我宣布 这件完胜松叶 审代一提 由于大家伙更磕许茂VP 导致原作者九夜心 直进破坊 称孟燕成是对前程的贵田产味 至于破坊的原因嘛 这话就留给游泳们自己吃吃咯 此外呢 刘诗诗跟刘雨宁搭档的 《一念观山》 也是草点满天飞 其中刘雨宁的宣传海报 跟剧内形象相比 我的天哪 有人吗 我要举报诈骗 剧本也是各种魔改 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想称的男主多么厉害 剧里每个人一碰上他就得掉链子 任如意身为顶尖刺客 在他面前也只是个附属品 在感情线上 两人只要一谈恋爱 就少不了公业堂经 一到这儿 我就恨不得梦砸快进键 而长华森饰演的李同光 在剧里跟任如意CP感 就远超命远周 并教徒弟强势爱的禁忌之列 反倒更好科呢 李同光对师傅任如意 从一开始的师徒情上升到偏执的占有欲 甚至还玩起了替身文学 科风的点儿 除了背后告白 肯定就是被扇巴掌这段了 李同光 李就 你把我要了去 无非就是让我做那个人的替身 真的有被赏的 六 沈浪和朱七七 vs沈浪和白飞飞 古早童年回忆 50Y10里也有不少人科非官方CP 沈浪和白飞飞 到处行下仗义的沈浪 其实先是遇上了朱七七的 奈何 那个时候的她 一心只想要自由 再上沈浪 也只是把她当妹妹 两人的感情线 并没有开展起来 谁能想到啊 兜兜转转 这两人还是在一起了 甚至之前 我都没觉得她是女主 相比大小姐朱七七 白飞飞就凄惨得多喽 从小就是为了复仇而活 稍不如养母白晋的意 就会被抽 在月节水浪后 她才感觉为自己而活 不过呢 两人的感情线 也没走多远呢 而白飞飞也因为 沈浪挡箭而死 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 朱砂痣 虐恋情深是很好科地 但是也是真的刀刀扎心啊 成熟在刀中 赵堂诗 总的来说呢 除开人物设定 演员的演技 外形的适配度 对CP感的形成 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演技差的 再怎么看都入不了戏 外形不大 只会让人感觉 在谈捆绑恋爱 不够出彩的官配 那就怪不了大家 爱科二番啦